然后第六 老师我想问一下单身的基督徒 想要结婚就要找主内的家人吗 还是主内和主外都可以 主内的啊 旧约犹太人是不允许跟外邦人结婚的 为什么 信仰的问题 敬畏上帝的 不管是血缘问题 以后要生的那个纯正的血统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敬畏神 恐怕他们诱惑你们去拜偶像 因为古代近东的基本是都异教徒嘛 每个女人每个男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 结合了以后那种深度的交流的时候 世界观价值观不一样 异教的思想拜偶像 所罗门是最典型的例子 不让他娶外邦女子 结果娶了 结果因为感情的缘故 像亚当似的 夏娃给他吃次就吃了 这个爱妻子爱得超过爱上帝了 我的事情的时候也不敢置身 然后就那么妥协了 这个所有的英雄汉都倒在这个女人的意境下了 这个索罗门一样 大卫一样 这个西约的西律也一样 唯一就是基督是得胜了 他身边有很多这个姐妹 其实都很漂亮的 至少莫达拉的玛利亚 能做妓女的应该长相不赖吧 对吧 不然的话自己可能也等等 总之呢就是 总之呢 他那件事情 因为娶了异教女子嘛 受他诱惑 给他盖宫殿 然后又盖庙 然后他去祭神的时候 也赔了一块祭 太爱他了嘛 结果依华的命令 两次向他显现的异华的命令 就忘掉了 明前违背了生命记里面 王进的那个本分的里面 所以婚姻是最深密 最紧 最深度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 两个人信仰不同 价值观就不同 我们不否认有一些 有素养的人可以调 但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两个人的真正的喜好 价值观追求不一样的话 一定会产生感情上的分裂 所以不可能达成更深层的 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契合 更何况取不信的这种心灵 这种心 其实已经不蒙神喜悦了 一个人真正爱神 就应该做神喜悦的事情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欲望 贪心 什么奸淫等等 不可贪心 包括不可奸淫等等 这样的事情 其实都是心的问题 内心当中看重什么 真正敬畏神 应该运输自己的欲望 外邦的女子 不信的女子 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但是跟她结婚 这个事 不是圣经所鼓励的 当然你要传福音对象 当她有这样的情况 心仪的人给她传道 她信了 那样可以谈婚论嫁 真的教会里面经过培训 经过洗礼认定她是基督徒的话 那可以吗 可以作为阶段性的那样做 但是没有悔改的 圣经是不允许我们结婚的 包括那些寡妇 丧偶的 要嫁给主理的 是不是 ほど 优优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